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在这个七至十一页里面 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 在七至十一页的解释就是 团体成员所承担的角色 需要面对来自角色的毛巾的故事 而称为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的原因是 角色就我们每个人会扮演一个角色 角色的意思 其实我们每个人会扮演一个 不论是阶级还是什么之类 虽然我是老师 我扮演角色是 我扮演角色可能就是 现在是比较古杂一点 以前是传道授业解惑 传道授业解惑 传业传什么 传道就是讲做人做事的道理 社会规范 授业解惑 授业就讲课业解惑 学生科业方面的一步 以前比较简单 就是二十多年前 现在老师的角色越来越多了 就会产生一件事情 就是角色夥合 你们也一样 将来你们会扮演很多角色 像你们女生 如果 一开始去工作 在公司里面扮演一个员工的角色 可是有时候呢 你会教个 男朋友 扮演女朋友的角色 在你父母面前 就是儿女的角色 每个都要扮演很多角色 其实每个呢 几乎是个角色过度 就是 非常疲惫 这是一个令人疲惫的世界 好像发明了越来越发便的东西 可能越来越麻 现在有时候 像我很少看手机 我很少看手机 但是现在我手机如果忘记带 我会很恐慌 带了没有看是一种事 没有带什么才很麻烦 要玩 世界越来越方便 我实际上在想以前的 没有手机的年代 我们是怎么过的 好像也可以过得还不错 是不是 好像也可以过得还不错 没有手机的年代 只有电话 也可以过 没有智慧手机 只有一般手机 只能打电话 也可以过 是不是 也这样过来了 那在我们的 先祖 连电话都没有的时候 也可以过 也可以过 写信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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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书局还会卖很多美美的信字 还教你信风子 那个信字怎么折 在那个写信的年代 也可以过 很奇怪 但现在我们的角色的过客 这个课本最下面那边 你叫角色过客 是 角色的期望超过个人的能力 可能单一个工作角色超过个人的能力 放得 或一人承担过多角色 那 你的能力 你扮演角色超过你的能力 放得 真的是这样子 现在 特别有很多职业妇女 平常要上班 上班已经很够忙 回去要扮演一个妈妈的角色 还要扮演一个太太角色 还要去煮晚饭 什么东西 也要扮演媳妇的角色很累 妈妈的角色过客 红人扮演的角色很多 所以都很累 所以再看上面 角色冲突 就角色冲突呢 各种相关 角色冲突 单个人同时承担很多不同工作角色 这角色彼此所面临的有互相矛盾 其实互刺 为什么会互刺 角色冲突有个叫互相 互刺 因为你的时间有限 互刺的来源是因为你时间有限 你那个时间 你时间 能力都有限 你不同的角色 就是一个不同的角色 就是一个不同的任意 不同的任务 你不同的角色 就是有不同的任务 要去达成 你同时要扮演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又兼 你又是会计 又做行销 又做人知 那你不累死 你又做会计 又做行销 又做人知 然后又要兼 有时候又要兼行政 是不是 那你不累死 偏偏偏现在很多公司都这样 现在老板都希望雇一个员工都很惯 前几天我看一个商业周刊 还是看金周刊 里面提到 台湾他访问一个外资主管 外资部门主管 他说台湾有个不一样地方是 公司聘一个人都希望他是全能人 什么都会 可是在国外不会这样 这种就造成角色冲突 开玩笑我又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 我自己一个人做那么多工作 我当然不觉得心力较脆 不觉得心力较脆 另外呢 角色内冲突 就算你只做一个角色 就算你只做一个角色 但某一角色 因为不同来源的工作指派 彼此互相矛盾 与互斥 就产生角色内冲突 就算你只做一个工作 一种角色 假设这样就好 你只做公司的研发 或是将来各位 其实做公司的业务好了 就是你将来可能只做业务助理 你将来可能只做业务助理 跟各位有关 你将来可能只做业务助理 可是你的工作就是业务助理 一个单一角色 可是来源不一样 人家想你是业务助理 这个亚洲线也找你 做欧洲线也找你 做这个来源不一样 可能中国线也找你做 也找你协助 那有时候你助理也 顺便再兼一下清洁 环境清洁 倒垃圾啊 厕所打扫一下啊 是不是 那有时候又兼着 要做一些行政 我跟你讲 这个人来源很多啊 就把你搞垮了 很累啊 心力交错 你就坐不下 坐不下就想去自我放逐 就向往美好的 比如说台东花莲那边的天空 或是出国 就是像年轻人喜欢出国 出国蛮多的 像年轻人喜欢出国 出国也蛮游行的 大家都要出国 你觉得工作好累啊 放松一下啊 换你的地方 因为就是有角色见冲度 你要做很多角色 任务很多 那你还有角色那一冲度 就算你只能单一想 也什么都叫你做 什么都叫你做 这种东西 举个例子 我读博士班的时候 我读博士班的时候 最怕有些老师讲 这是你博士生的本分 我最怕听到本分两个字 我最怕听到本分两个字 本分的东西可以无限上大 本分 这是你的本分 本分可以无限上大 爱怎么讲都这么讲 所以我好像也没跟你们说 你们学生的本分是什么 因为我以前怕听到这两个字 听到这两个字 你本分 真的是怕 这种东西 会造成你的 什么都本分的话 你这个角色 这个学生的角色 你会造成你的角色那一冲度 什么都要做 这个也要做 这个科目要练 那个科目要练 是不是 所以我也提一个 我这几年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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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也不要想 我课前预习 也不要课前预习 也不用课前预习 也不用课复习 什么都不用课 这个都不用课 所有的学习在课堂上也完成就可以了 教完书 你大概 这个课上完 你大概知道一个怠念就可以了 有一个核心的知识 你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要不然很累 现在学生有时候也都蛮累的 另外一个就是来源的冲突 同一来源所传递的讯息指令 彼此互相冲突 这什么意思啊 来源冲突也很常遇到 特别在服务业 特别在服务业 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是一种矛盾 智相矛盾 有时候你说 以客人很重要 以客为尊 可是过不久 我又传一个讯息 这个东西随便 这个东西随便 我们事情太多 这个随便 你会觉得奇怪 你之前不是说以客为尊 什么叫随便 因为环境变 有时候会这样子 或是品质很重要 或品质比什么都重要 品质就是我们公司的灵魂 可是在做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脱工减料什么都来啊 是不是 你会对员工产生一种冲突 这个来源本身 由上面那边的来源 老板那边的来源 公司高层那边的来源 讲一套 然后不过不久又改变 天天在变 让你无所适从 是这样子 所以另外一种 就个人与角色冲突 这个就是个人的特性 人格特质跟你的角色不相当 不搭搭 我学生有人去便利商店 那时候便利商店打过 他说一进门 有人一定要 你一定要说欢迎欢迎 有人走出去要说谢谢欢迎 对不对 很多人说什么什么 对他就有障碍 他就做不下 他就有障碍 但是平良心说 这一点我认为 我看过一个也是一个公司的 有点像 人格特质是可以改的 为了钱 什么都可以改 只要不要犯罚就好了 他说他本来是一个研发工程师 可是后来发现 业务的钱蛮多了 业务的奖金蛮多了 研发没有很多 他就改行做业务了 也做得下下降 他本来是一个内向 保守 避失的人 避属的人 但是后来做业务 也是可以宰割 也是干嘛 什么都可以 就为了钱 什么都可以改 只要不要犯罚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一个冲突没错 但是 你自己可以调试的 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想办法去调试 在现代的社会 就是压力比较大 工作比较多 老板都希望用了你 用无敌铁金刚 万能的一样 万能的一样 是不是 都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任何的组织 都是一样又精简人事 又扁平化 又什么东西 讲白了就是什么东西 一个人要做很多事 知道吗 讲白就一个人要做很多事 责任制 责任制就是说 我跟你讲 那是你的事 做到死也是你的事 这是你的责任的本分 责任制 听起来都很伟大 是不是很累 不过这就是社会的现实 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它 你如果不接受它 你就会很痛苦 因为你的想法跟现实 会不一样 是不是 是这样得看 好吧 所以这张的话 我们群体的部分 群体是很无奈的东西 群体真的是世界超级世界无奈的东西 那后面有团队跟群体 这一种点可以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我们还是要研究这种团队冲突的东西 冲突在我们的七至十八月 有潜伏期 知觉期 感觉期 冲突外险期 结果期 这我们下次一定要好好研究这个冲突 冲突世界做得最重要的 好